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弟兄了 你看这边就行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 我尽量在55分钟 把最惊讶的还有操作 主要是操作 关于认识时间银行 还有时间银行的意义 跟时间银行的精神 这些就完全跳过 完全跳过 不是不讲 是因为一个小时 其实像我上次在新竹讲的时候 光讲前面两个东西就讲了一个小时以上 那我觉得应该是今天的重点 是要让大家知道所谓的操作 操作才是重要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时间银行在南部高雄 从这个地区 藉由大家 来去做一个实际的推广 这是今天下午这一个小时的重点 好 所以我们先秀秀看今天 现在我们这个礼拜 在我们的网站 也就是在18号到24号在台中会推广 在26号也会推广 所以说目前我们是先架设一个形象网站 那这个网站目前就是可以阅读 可以去看 那我们也会尽快在18号以前 会更加的去填充它里面的内容 包含我们的影片 包含我们的照片 还有我们的文字 也就是我们的尽可能把那个相关的资料 把它填上去 就是所谓的贴出去 在网络上秀出来 网络上秀出来 好的 下一个资讯 那这个网站很简单 就是前面加timbing.kog.1 就这样 那个运行准备 那我们下一个资料 不是这个 整个换掉 也就是说待会 就是说有空的话 就大家可以打那个网址 那我们也会把那个QR Code的四个连结都出来 那目前这个 第一个就是表单 表单的意思就是说 借由各位你在推广 弟兄姊妹在介绍推广 KOG时间银行的时候 就可以欢迎他用表单来填入 也就是报名表 那因为现在我们的那个 使用Line的几率蛮高的 然后手机蛮高的 所以你扫描之后 直接在表单就填入 等于是正式加入我们 KOG时间银行 那 那这一次就是说 在这边来做一个另外的宣告好了 就是宣布 这一次高雄还有这个18号还有26号 原则上这个KOG时间 暂时不收年费 暂时不收年费 那不收年费的话也就是希望 也就是在 明年明年的6月这个半年的时间 做一个推广期 那原则上我们是收4个小时当做年费 也就是说 任何参加时间银行的会员 他要缴4个小时给时间银行 或者是赞助365块 视同取得时间银行会员 服务会员的资格 那目前就是说 因为KOG时间银行 跟我们台湾时间银行协会 来做合作 所以我们台湾时间银行 会发出正式的赞助收据 然后第一个准备可以 就是收到收据可以去扣抵 那个相关的税额 相关的税额 那这边宣布就是到明年6月30号 之前所有经由KOG 时间银行加入的服务会员 免收年费 免收年费 我们今天全部都加入 不要浪费这个机会 然后填入表单的人 由KOG时间银行来启动回馈机制 就是受证接受给报名的人 另外一个小时 另外一个小时 也就是你报名之后你的存责 在KOG时间银行的账户 你就有一个小时 就有一个小时 那你推荐的人也同样的也有一个小时 推荐的 那你就在这个表单 我们会下午马上改 就是我们会把这个推荐人的那个空格 把它补上去 或者是待会儿 请郁亲姊妹就多了一个选项 就是推荐人这样 好像没有 里面好像没有 有三方 对 应该要有 推荐人 对 对 空的 对马上 对 那也就是说 抱歉 推荐人跟报名的人都有 但是 重复报名的就没有了 也就是说 他终生只有一次受贿 但是 他的推荐人就一位 但是推荐人可以推荐两位三位 十位五十位五百位都可以 好的 那再来我们这边 所看到的画面就是所谓的表单 那我们填件表单里面的内容很简单 那个一镜子面往下拉一下 谢谢 第一个就是姓名 然后就是手机 最重要就是LINE LINE我们希望你填写 因为我们到会透过LINE直接跟你做联系 那我们为了因为18号跟26号的关系 所以说现场 不填写你的服务的内容 也就是你可以帮忙别人什么 这时候你暂时不要注意 那我们公务人员相关人员 会在事后会主动跟你联系 和跟你联系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居住的城市 比如说你是高雄市 林雅区或是严城区或是齐金区 大概是这样填写 好 麻烦再下面一个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 我们各支的一个声明同意书 我觉得我们 因为国内的各支法 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们还是要告知给所有填写的人 填写的人 也就是说当你提交出去的时候 就视同你同意我们这个内容 比如说我们是在使用做统计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你的各支的相关资料 我们要跟你联络也会用到 是这样的 那这个目前来讲 就是最后你要有一个提交 那个益心准备 那个益心准备 提交 就是整个动作就算是一个完成 这个是介绍表单 介绍表单 好的 推荐人去加油 好的 好 那推荐人的意思就是说 是你的介绍人 你的介绍人 那我们看到你的推荐人的路人甲的名字 我们就会在路人甲的那个账户 帮他存一个小时 直接帮你存一个小时 那这边的程序就是说 我们台湾实际银行 是需要再做一个确认单 那目前我们就直接 直接在这个表单里面 就是做存取的动作 我们会在我们这个KOG实际银行的账户 来做动作 好的 那我们就继续来 介绍实际银行 那实际银行目前就是一个小时 KOG实际银行就是十个点数 也就是一个点数六分钟 存入的单位是时间 就是你几分钟为准 那不算到秒数 也就是说你是一分钟 还是一个小时二十分钟 这样 但是你提用 你提令的时候 那个单位就是积分积点时间币 那也就是现在就是刚刚有提到 KOG的时间银行 是不是就没有不叫做货币 货币是在经济学里面 或经济市场是比较敏感的 所以我们就叫时间币 那KOG的时间币 目前也是用台湾时间银行单位 就是一个小时是十点 那这个点就是我刚刚讲 使用的时候单位是点 积分时间币 所以以后只要听到这几个单位 就是在使用时间 就是提令时间 那比较关心的就是说 如何存入时间呢 那现在存入时间 就是说 有一对一的服务 就是会员之间 服务会员之间 来存入时间 存入时间 那目前现在画面看到的 就是说我们你加入 我们的服务会员的话 我们会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社群 社群是一个总群 然后未来我们会在 各地来分这个社群 比如说台中社群 高雄社群 那目前LINE的社群 可以高达5000位 高达这个5000人数 那下面就是我们刚刚有看到 就是KOG时间银行的网站 那这个也是QR Code 那刚刚有介绍就是如何存入时间呢 那时间银行就是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间存入 那你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就提理 因为在我们每一个人都会 可能在生活当中 因为你的不能不行 不可以的情况之下 你需要别人帮忙 这时候你就可以透过时间银行来做 这样的一个动作 就是做交换服务 所以时间银行就是一个互助的精神 交换的机制 最后就是呈现的是奉献 那我常常介绍说 什么叫奉献呢 那我想这个台语讲的会比较贴切 就叫做卖银行 就是不是去计较说 你是社经地位 你的经济 你的专业 那跟我们任何人交换 其实时间都一样 所以时间银行 任何人在时间银行的里面 都是什么 等值的 那个价值的时间是一样 都是24小时的 也就是所谓的1比1 所以时间银行 它是会源制的 也就是说它是1比1的一个交换 那交换的是时间 所以说 在很多网络上 或者在很多单位 很多都可能叫做类似时间银行 类似时间银行 那我不能说它不是 因为我们在操作时间银行 所以目前全球操作时间银行 大概有四五套 那操作的那个模式 会因为整个的内外因素的差异性 操作不同 操作不同 比如说人口的结构 经济的背景 人文的素养 各方面的影响 所以说每一个操作大概有一点点的不同 大概是这样 好 那也就是说第一个 你帮助别人 你就可以存入 你帮助别人的时间 这是第一种 就是你以实际的操作的内容 和那个时间为单位来存入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 第二种就是说可能是 比如说像教会的这个墙壁要刷油漆 我可能是用承包的方式 去给另外一位服务会员 来承接这个业务 那也就是说我这个墙壁来讲 我可能是用20个小时 去跟你交换可不可以 好不好 只要是对方答应的话 那这个油漆的工程就是用20个小时 不论他是做到15个小时 或是做25个小时 或者甚至做到30个小时 原则上就是用 亲自双方 确认交换的时间数为准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就是在某一个时段时间 服务的人数不同 比如说我们办一个易检 剪头发的 可能我们请了一个美法师来 我们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 三个小时 那这三个小时不管是只剪一位 或六位 时间银行就是给他三个小时 这是第三种 那目前这三种交换的方式 也就是因为你需要别人帮助 所以你可以来去取得这样的一个交换 所以时间银行它是一个时间的寄托 的一个单位一个中期 这样子 那交换 那到底对于工作是怎么解释呢 对于工作解释 时间银行它用最广泛的解释的角度来去看待工作 而不是以现在现有的就业市场 因为你的就业能力 或者是你的就业条件来去考量 不是 时间银行对于工作的广泛的解释 就是完成一件事就是工作 所以因此这样的一个广泛的解释跟看见 所以时间银行几乎可以套置在所有的事情上面 几乎 所以说我们知道工作内容的话 那我们就会在第一层时间对时间的交换 这个就是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 那我们KOG时间银行 在16号跟夏牧师 如果合作确认的话 那就是对于食物银行 跟时间银行去做一个交换 做一个交换 比如说它这边 有两条吐司 那两条吐司 他觉得需要跟我们用多少时间交换 那我们愿意跟他交换的话 那这个交换机制就界定 这是一个打比方的意思 所以食物银行不只是食物 所有的工作的内容 都可以透过时间银行这方法 去协助去扩大他的服务面 所以说以教会来讲的话 可以用这样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 教会跟教会之间是打破见制 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就是说 教会跟教会之间平常比较有横向的联系 所以我们希望是透过这个方法 而不在于用自己本身的教会 自己来去看待一件事情 第二个就是资源整合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透过时间银行这个方法 让每一个教会 或者是连结在时间银行这个平台之下的教会 去做资源整合交换服务 也就是说 习近教会跟高雄教会可不可以连结呢 可不可以做资源 比如说我这边要办活动 我可能少了一个货车 那我可以跟高雄教会去借货车 那如果没有透过时间银行这个方法 可能我们就没有做这样的一个资源整合的动作 没有做这个动作就不知道如何去做交换 那像12月份这个是大院方 那可不可以以后是两个教会 三个教会甚至五个教会 一起来办齐经地区的12月的大的活动 福音活动 而不是只有一个教会今天办 下一次下个礼拜或是三天以后 又是另外一个教会办 也就是说 如果是教会弟兄姊妹能够连结在一起 那这我就不讲这个你牧师讲的内容 其实我们都非常非常合 就看见说 所有的资源能够整合的话 其实它的力量绝对不是一加一等二 绝对不是 那在我们的一个牧养也好 传福音也好 盼望也好 或者是人系的故习也好 还有肢体 那我们进入都是在看见身体的一的里面 我们每一个都是肢体 所以说 有哪一个肢体怎么样 软弱的时候 需要帮补的时候怎么样 圣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 我们就是要去 我们就是要去的 那所以说时间银行透过这样一个方法 我们就可以 除了是在教会本身 因为你是全职同工除外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方法 去做一个交换服务的一个怎样 我们在刚刚讲的那些动作 我们都可以彼此扶持的 比如说福音行动 或者是自己的盗望 或者是建造 或者是小组 或者是圣经的课程 那我们大部分就目前可能会透过一些论坛报 我们知道其他的 或者是网路上才知道 那因为现在科技发达 以前不发达的情况怎么办 那就是一个问题 那现在就是透过时间银行这个方法 就可以完成 我们刚刚所叙述的去强化他 去提升他的效果效益就是 这样 所以说目前就是透过时间银行 的交换的内容是这样 交换的时间是这样 刚刚有做这样的介绍 所以目前来讲 以时间银行来讲就是 我们如果透过教会的话 那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利基点 第一个就是 他是一个 算是一个群体的一个具体 那他的优点就是说 彼此弟兄姊妹在某种程度都认识 某种程度的信任 所以在推时间银行是很好 在推时间也很好 所以基本上来讲 如果是在教会推的话 原则上 在三个月之内就见效 三个月见效 那当然也要看教会的大小 那原则上如果是以教会 就以现在这个地区来讲的话 就是走路15分钟为同心园 这个范围来讲的话 那如果是超过大概有200位到300位 那他的那个媒合啊 比如我现在需要学英文 可能我就会找得到 为什么 因为服务会员已经进入到200位到300位 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我们如果是跟高雄地区的教会也连结 我们跟社区也连结 我们跟里长连结 甚至我们跟其他的社团连结 就是通过这个方法 是可以连结的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怎么样 不但是把人邀进来 其实我们同时也希望弟兄姊妹 走出教会 进入人群 与人接触 与人接触 那什么方法 就是透过这个很好的方法 很好的方法 所以目前来讲就是大致上 有这样的一个很简短的叙述 简短的叙述